面对疫情严峻在野议员和舆论的普遍 不赞同政府再次实施全国大封锁 行动党资深领袖兼伊斯坦达公主成国会议员 林启祥和专栏作家拉菲克博士 联合致函给首相丹斯里姆尤丁氏强调 如果全面封城只会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 两人都共同认为虽然医疗体系已经几乎瘫痪 但现阶段不需要进行大范围的行动管制 而是公布活跃病例的位置 或者设计出小范围全面防控疫情 行动党伊斯坦达公主成国会议员林吉祥 严和医药专栏作者拉菲克博士发表公开信 向首相丹斯里姆尤丁 表达国人对于政府收紧防疫措施的不安 以及各种建议 他们认为卫生部需要增设更多的隔离中心 购买更多专用设备和呼吸辅助器 以及详细制定接种疫苗计划 一旦政府再次实施全国大封锁 只会给人民带来负担 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应该官网公布活跃病例的位置 让人们有效控制移动范围 缩小疫情传播地区 以免严格的行动管制 加重经济和卫生体系的负担 学校方面 林吉祥和拉菲克建议政府减少校园的学生密度 让没有参加政府考试的学生线上学习 小六评估考试 中三评估考试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的考生 必须在校学习 政府也有必要检讨现有的刺激经济配套 因为援助金明显对人民和购买力没有任何帮助 面对疫情越来越严峻 行动党秘书长兼八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 则抨击国盟政府失职 无法确保提早取得新冠肺炎疫苗 所以首相单司令慕尤丁应该向国人道歉 同时他认为 国盟明天公布新的防疫措施之后 必须提出额外450亿令吉的经济振兴配套 作为处理新冠危机的代价 如今国盟政府面对垮台危机 林冠英抨击首相已经分身乏力 无法专注部署抗疫和水灾客体 与此同时 行动党大三角国会议员沈志强也反对全面封城 而建议政府应该扩大检测 追踪和治疗范围 设立一个高级指挥委员会 尽快控制疫情和解决医疗体系 人手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 滨州首长曹关友则表明 由于酒店费用相对高昂 因此州政府计划征用学校礼堂 作为新冠肺炎的低风险隔离及救治中心 解决医院空间供不应求的情况 但一切将交给滨州卫生局拍板定案 为您准备医生局发炎